大家好,今天来聊聊日本的小费文化。 大家去东南亚旅游,会发现很多地方都有付小费的习惯。 那么在日本是否也有小费文化? 其实在日本也有小费文化。 小费在日语中叫做钱。 其实和我们通常理解的小费有所区别。 钱是一种日本文化中常见的行为, 指的是为他人购买或代购物品的行为。 通常是指父母为子女。 购买日常用品或零食等物品, 或者上级为下属购买办公用品等物品。 在日本文化中,家庭和公司中的长辈通常会负责, 为年幼的孩子或下属,购买必需品或零食等物品。 这种行为被认为是一种表达爱心和关怀的方式, 并被广泛接受和赞赏。 在家庭中,父母通常会为孩子购买零食或者小玩具等物品, 而在公司中,上级为下属购买办公用品或小礼物, 也是一种常见的表达感谢和鼓励的方式。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, 年轻人和成年人也开始自己购买自己所需的物品。 因此这种文化的普及程度可能会有所下降, 但在某些家庭和公司中仍然保持着一定的传统。 在日本通常不需要给小费, 实际上给小费在日本可能会被视为不礼貌或不合适的行为。 这是因为在日本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通常已经包括了服务费在内, 他们的工资也不是依赖于小费来获得。 在日本,服务员和服务业工作者都会以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为荣, 不需要额外的小费来鼓励或奖励他们。 此外,在一些场合如餐厅、小费, 可能会被误解为再贬低服务员的工作质量, 或者是企图购买更好的服务。 因此,在日本,如果你要在餐厅用餐, 你不需要给小费。 如果你觉得服务员做得很好, 你可以用礼貌的方式向他们表达谢意。 例如说,意为谢谢你。 然而,在某些情况下, 给小费是可以接受的,例如。 一,在酒店或旅馆的情况下, 如果你需要额外的服务, 如行李搬运或洗衣服务, 你可以给服务员一些小费以表达感谢。 二,在一些高档餐厅或酒吧中, 有时会向顾客收取一定的服务费, 但这并不是小费。 如果你认为服务员做得很好, 你可以给他们一些小费, 来表达你的感谢, 但是这并不是必要的。 需要注意的是, 日本人通常不给小费, 因此如果你是外国人, 给小费, 可能会被视为一种不熟悉当地文化的行为。 因此在日本, 最好遵循当地的风俗和习惯, 不要给小费, 以免造成误解或冒犯。 好了, 如果您有什么想了解的, 可以在下面留言, 如果说的不对, 欢迎批评指正, 谢谢。